这个案讨论是很有意义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 人面子不低 四十八 四十八表达什么 还不错 还不错 有很好的调控适应能力 方法走对的很多 就算是慢性 秉立转的机会就会很大 这个对了要有信心 在第二呢就说 我们看一下 从这个里面呢 多少是什么 这叫做 这里是什么金 那是早上你学来运动 听晓伟 早上起来写报道 对 早上起来要运动 要运动 来看了 看了 要看哪里 早上 看起来应该名牌 可以 可以哦 大原则呢 如果在运动会很好 各位份是什么 份是金 金身什么各位 金身 所以我们的肾功能要好 要运动 注意哦 肾功能要好 要运动 不一定是吃花粉 更不是吃东哥阿里 更不要去买胃 我也要干 哈哈哈 好不好 要运动要运动 是很重要的 这个随便讲一下 当然了心包 心包落筋跟心筋 心筋跟小肠筋 关键看血液品质 心包落筋可以看 看什么呢 看血管 可以看血管 整个循环系统 镜面去张 有没有左转硬化 会不会心肌梗塞了 就来看心包落筋 在这个里面 当然还没有到达 很严重的部分 请各位看 多半是什么 是阴比较上看 还是阳比较上看 阳 阳代表什么 气 阳代表气 气的上看 是心火 我们讲心火 心火上看 关键在哪边 各位看这边 这边圣根弹关 圣阴圣阳兼虚 圣阴圣阳兼虚 水就不会自火 还有一个 都是你们要注意看 皮 皮 的阴 圣的阴 都不足 就表示了什么 第一这里硬化不良 再第二 圣水不足 是非常清楚的 圣水不足 不宜自火 还有一个呢 从舌台上看 这个我们张大嫂的 这个舌台 舌台有湿气 看着有湿 寒湿 他的 从舌下来看 皮色寒湿 各位 湿跟医 是兄弟 请大家注意 有湿必医 但是医者不一定湿 注意 医学的医 一个病字头 下面一个医 就是血医 什么叫做血医 气字就会血医 圣水不足 圣 因圣阳如西的话 寒湿的话 也会引起瘀 也会引起一定的瘀 但是他的瘀 是一个新活的伤害 不会很困 中医里面 为什么同龄潭的有一个药 从古代那到今天都是很热门的药 你们知道什么药 六味帝王 因为我前面已经跟你们讲过 只要是今天的现代人 包括古代可能也差不多 尤其现在人 十个有八个九个 八个字 圣水不足 肝阳三抗 然后心火 也是三抗 这三个它是连在一起 要有 这个是普遍现代人的一个通质 只是严重一点 不严重一点而已 这个是一些通质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再有那个 圣野旁观是表里关系 那么在这个里面 可能不知道大嫂黄三起来的 没有 我没有起来 你都起来 很少 最多一次 那是不是你水喝太少 是 那这个就问题来了 那你已经干旱了 要请那个温交保 拨一点钱 因为西南边都干旱了 你是不是住在西南边 没有水喝 水一定要喝 如果你又是稀弱的牛 你又晚上没有起来 尿尿 很简单 水喝太少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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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有大问题 所以可能你只要把水一喝够 说固定固息要吃什么 你还要 你也就调整 好 因为你调整了 就看来看去 你应该是在你家抓一台 看氧化水机 比较重要 而不是吃保健品 好吧 OK 好 在这 在这 这边来看了 那么 注意看了 刚 跟胆子间 很简单 刚才我们看了 这个张大嫂的指甲 刚 胆 管 应该说 刚 内外 胆管 医生 医生到什么程度 很难 很难去量化 很难去量化 那么 只有清出来 就好好 所以大嫂把握 这么 现在已经夏天了 夏天的时间 在秋 初 夏 夏的这个时间 春 夏 到秋 的一半 都是清 肝胆的凉 都是好时机 好好把肝胆 精精 好好的喝水 好好睡 好好做点 应动 大概就没事了 好了 报告完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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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 每一个个案呢 我们都可以从当中 学到去学问 还有一个呢 我们可以跟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量测诊 我们的客户 或者我们都不要讲患者 我们在这里 不要谈患者 没有患者 就是跟我们的朋友 跟我们的同学 那么我们一起来讨论 就是您的东西 您看得到 我们把这道理 都在讨论以后 让我们的每一个 的参与者 他都有一定的概念 以后你就可以 跟着教理 所以各位啊 我们